美利流是赤柱旅游地标 不少游客来到这都会在这一座百年建筑物前面打卡 沐浴在海边的度假气氛里面 一些人经以为忘 美利流搬来赤柱之前 曾经是中环有名的猛鬼办公室 当年政府更动用公帑 请法师入美利流重经驱轨 与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鸦片战争后 香港在1842年落入英国殖民管治 几年后即是1846年 英方就在中环兴建了美利流作为英军居所 以当时的殖民地大臣美利着时命名 当时的美利流还未闹鬼 直至香港淪陷 日军将这一度变成宪兵总部 美利流才变得阴风阵阵 盛传日军将美利流的部分房间辟造囚室 将疑犯拘留在这里施以好营 一些人被浸死或鞭打致死 据说当时在美利流惨死的冤魂多达4000人 是除了医院之外最多人丧命的建筑物 自此美利流就怪事不断 1960年代美利流被改装成政府办公室 大约200名的差响股价储职员进驻办公 不过他们开工无奈 就遇到种种怪事 有人说在厕所门下面看到一对脚 但开门就发现厕格竟然是一个人都没有 有人投诉 桌面上面笨重的打字机 经常都会无故消失 或者出现在一些不合理的位置 还会在无人的情况下 发出咔嚓咔嚓的打字声 还有办公室的门 明明无人推、无风吹 但就经常被不明的力量打开或关闭 令人无骨悚然 据说美利流近花园道西边的地下位置特别猛鬼 在天阴的日子或入夜之后 更会传出凄厉的鬼声 由于撞鬼事件不断 为了安抚民心 1963年5月 政府动用公帑 安排了56名高增主持法会证经 洒发水超渡亡灵 这些新闻档案 就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1980年代 为了让出地皮给贝月明兴建中银大厦 美利流被拆射 港英政府承诺会密地重建保育 但美利流重建天日之时 香港已幻想特区区棋 去到1998年 才被安置在赤柱海旁 陌生的时代 陌生的地点 不变的 或只有一直陪伴它的独特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